来到桃园机场一行下 这里是官务署台北关 这次要看的是国门打开后 海关最常没收的东西 来到海关的战扣舱 可以看到最多的是烟品 加热烟 还有医疗器材跟药品跟精品 旅客如果携带超过免税额的烟酒 或者是超过价值两万块的精品 没有走红线台申报 经海关蓝茶就会被没入 尤其是还没开放的加热烟 海关透露109年之前 一年大概没收1.5万条 现在则是每个月就有1.5万条 每天都搬到手软 还有各式精品包动辄上万起跳 医疗器材则受药室法管辖 不能随意带入境 这些是属于物品类 另外还有一项特别要注意 一叠一叠不是日文 是日币 台湾领队带团去日本 携带超额现金 忘了申报 全被查扣 出境的时候会那个航空警察局的安检大队 他们会过那个托运行李 然后过一次过的时候就有发现到 他有带超 比较大量超额的那个外币 那他就会通报我们 我们过去就会过去去执行这个查扣的部分 他说他就是一时不查就忘记了 然后他就是把团员全部都送上飞机之后 他才最后一个走 结果他就被查到有忘记申报这个团费的问题 所以他就变成 那他就赶不上登机 然后这些钱 公司的这个团费也都会被 就暂时被查扣 最后领队飞机也赶不上 所有团员要花的钱都被留在台湾 只能穷游伤透脑筋 据统计 今年一到八月 陶级旅客出入境 攜带超额现金 被海关拦截的 换算成台币 共有两千零八十三万五千三百零五元 一个韩国籍的老太太 那他攜带了九万多块钱的美金 那可能他就是 卖房子或什么之类的 那从国外带进来 那没有申报 那没有申报的结果 其实还是就是会全额没入 那我们会经过查调 请叫他去那边去做查证之后 如果他没有洗钱之余 那也只有返 就是返还他那个免税额度 一万块钱美金的部分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是 钱财都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诚实申报 因为诚实申报并没有磕税 也没有做任何的手续费用的抽合 期前防治法新法实施后 出入境西贷超过新台币十万 人民币两万 外币等值一万美金 黄金总价等值两万美金 应向海关申报 在出境服务台的时候 可以来先跟海关做登记申报 那海关会就您申报的内容 是否相符做相关的查验 那之后呢 就会让你有一个申报的依据 然后可以提供给案件做查检 过去案例 有金银银楼民众 攜带三十公斤黄金 被裁罚四千六百九十四万元 也有日本人为了买房 入境攜带五千四百四十五万日币 被没收五千三百四十一万 有男子入境攜带三百多万 限量手表一样充公 他们提行政诉讼 全都败诉收场 律师表示 类似案件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打赢的几率 那我们曾经遇过的个案 发生是这样 他携带了三千多万的日币 但是你知道 他也真的就走红线 来做一个申报的动作 但是这个申报的过程 因为他是可以填写数字的 他不是填写国字 所以我们的申报人 他口头上 其实是跟海关人员讲说 我其实携带了 三千多万的日币进来 可是我在手写上面 就是写这个申报的文件 他少写了一个零 一检查 你携带的这么一箱 三千多万 你只申报了三百多万 所以他是认为 这只是一个不小心的误善而已 因此最后是判决了 这个我们的民众认为说 这一笔钱是不应该被没收掉的 所以最后有发还这一笔钱 但毕竟这是一个 相当少见的一个状况 主要原因就是法源够印 而民众的违规事实 往往一翻两瞪眼 超过就是超过 行政法院其实依法裁判 那其实包括我们海关的 这些法律规定 他规定的是非常刺激化 也非常死的 所以只要海关人员 他是依法的程序去走 那基本上都是违反 这些规定才会被海关人员没收 所以他的空间上面是相当小的 即使有救济管道也难胜诉 只能提醒民众误心存侥幸 否则得不偿失 TVBS新闻 前后想往后与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